新哥,你的腸粉店早兩天開張 你之前舊舖似乎是租金壓力挺大 令到你經營不到下去 現在的舖面是小了 會不會是相對的租金是便宜了呢 我可以這麼說,以前那間店舖 舖面有小,裡面長是沒有用 這間舖面比它大了三倍差不多 還不大了嗎 說門面介數,門面比它大三倍 以前那裏只有十多呎 這裏差不多四十呎,兩邊單邊 初時聽消息,舊舖很貴 以為你的舖面積很大,原來都是比較小的 現在門面就是小,裡面是深度 深度是已經看不到客人,乾燥到門面 變成縮進去,那些客人很多都看不到 現在門面的闊度夠,就可以吸引到客樓 是不是這樣呢 現在門面夠寬,十字路口和單邊 位置比較理想 對,位置理想很多 現在夠光盲,和以前的看法不同 現在更便宜很多,以前熬了十個月,六萬五元租 十個月後,一直叫它減租,減租 就五萬元租,就算那個位置不要說五萬 甚至現在租給別人三萬多元 它應該呢,這日子就不要租得太過貴 別人跟你租一間店都希望他找到吃 才有長久的大家 如果太過貴,額不住,租客給他死得快 租完之後,租不起之後 那你要擔空了一段時期 戒掉數,一樣那麼深 擔空半年,你才租出去 在那半年之內,如果說六萬元那段時間 你每個月差二萬元,都差不多有 都要幾個月了,都多了幾個月了 本來你的意思就是,如果租金稍為合理 對雙方都有利,長遠下去 是的,沒錯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來說,市道又不好 加上每個人的生活上都不是好 消費力量很大,可力量的 消費力量很多的 不同以前呢,八十年代呢 那些人呢,希望可以賺多少 都吃了多少都不重要,很貴賺得回來 現在呢,你就是,個個都省著錢包 吃完之後呢,很難才賺得回來 所以那些人呢,個個都會 去這個太子的錢來使用 謝謝 那加下你,新店開箱兩天呢 那營業情況如何呢 都理想啦 就是,起碼都租金便宜啦 那圍到那個租金和那個人工呢 現在來說呢,都不用蝕本啦 都起碼都圍到家 希望呢,就是我做了所有的東西下去呢 啊,加上那些東西呢 我做齊了之後呢 那些生意就去陸續都會有錢賺的 加上那些東西呢 就是是不是有些新的菜式啊 新的食物加進去呢 啊,我這裏呢 這個新品種呢 就推出了有一個 多多一樣呢,就是所謂的營養子米 啊,就是煮麦腸粉 煮麦腸粉 煮麦腸粉呢 煮麦腸粉呢 就是一個營養價值呢 就比較好的 那所以呢 吸引了一些年輕人 嘗試一下呢 這個新品種 就是加上老一輩呢 就是有遺舊的東西呢 都可以吃得回新的東西 新舊共融吧 新舊可以共融一起呢 大家享受到的 對這個發展的東西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現在的腸粉的定價 跟以前有沒有差別呢 現在的定價便宜很多 都便宜了幾元的 以前租貴呢 沒有辦法 我就是 食物都是根據那個租金去調整的 根據成本調整的 是的,那個租 成本呢 都是一樣 但是租金的問題呢 就便宜了 這樣就將那些食物 我都會降大 那些價錢 那因為你沒有辦法 很多是出去吃東西的呢 都是吃個租金 是 不是說吃那些東西 你 為那個租金貴的 但是你吃 你沒有這樣的價錢 為不到皮 那這樣就很難做 這個 每一個人吃東西都可以出去 都是吃個租金的 租金就變成了那些食物呢 那些做生意的人呢 就太過大 所以會貴一些 現在我便宜了嘛 便宜了幾元 那些食物呢 我便可以更低那個 那些生意的那個價錢 那些價錢 就是都可以億錄了 街坊 街坊也有福利 便宜了,現在便宜了幾港幣 幾港幣雖然不是多,但計算上來也是多 最重要是適來適去,租金便宜便宜便宜 貴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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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觀望你都覺得幾地想可以繼續做下去 有繼續做下去,業主對我都算不錯 我初時租這裏,業主都說我是做長均大王 待會時間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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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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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謝謝 謝謝